记者詹香晚台北报道,知名主播夫妻荡陈永康,张佩珊受公式水来晚餐邀请,拜访儿童职能治疗师吕忠义和他的家人。 陈永康自白,因为家里成长环境,让他很难乐观看待人生,直到遇到张佩珊后才开始转念,他是无可救药的乐观,所以我的人生也有稍微转变。 陈永康透露爸爸是不爱行,高中时就离开家,也有另外的交往对象,对爸爸的印象并不深刻,直到他的婚礼父子俩才又碰面,但双方太久没见,爸爸甚至把当伴郎的弟弟误认成是他,过去跟弟弟握手恭喜。 他回忆当时无奈喊,已经不熟到以为弟弟才是今天新郎,张佩珊也说,他根本不认识谁是永康,谁是永康的弟弟。 夫妻俩回忆当年相恋过程,两人当年是电视台同事,朝夕相处两年,却根本不来电。 张佩珊透露陈永康当年是痞痞的,花蝴蝶的形象,有次张佩珊主动问他有没有女朋友。 陈永康还回他没有固定的女朋友,后来陈永康主动追求,张佩珊即使当时已有稳定交友男友,也已经收下婚纪,仍放弃前一段感情和陈永康交往。 张佩珊也分享婚姻维系之道,他认为餐桌就是一个爱的凝结点,即便煮饭是一件很累人的事,他还是坚持要做,餐桌永远可以把一家人的心凝聚在一起。 陈永康,又,张佩珊夫妻俩上谁来晚餐?公事提供。